這個結果存了之後 但是後來發現用.strip 不OK 為什麼不OK 其實主要原因是因為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主要原因是因為微軟公司 他的換行的規範 跟其他的陣營不一樣的原因 所以怎麼知道不一樣 你們可以打開像剛剛那個 我們下載的這一個 就是台北市政府住宅這個 那你可以看一下 你如果把它下載它 我點這邊不是有下載 點下去之後下載 下載完之後不要直接打開 你直接打開它的資料夾 應該在下載吧 因為你直接點兩下會用ysail開 這個時候的話我是建議 你可以按右鍵 理論上 不過你們電腦裡面 不曉得有沒有裝這個 NordPay後面有個plus加加 如果沒有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以在Google搜尋 NordPay++ 它會出現download 這個是免費的 我建議你可以把它裝起來 那這一套軟體的話 它有點像照妖境 可以把一些你看不到的格式或字元顯示出來 那我教各位怎麼看 你按右鍵的話有個Edit Width NordPay++ 把它打開來 那這個時候的話 它會其實放大縮小跟我們這個Spider一樣 放大的話是Ctrl-加 縮小的話一樣是Ctrl-減 其實很多編輯器 甚至Photoshop也是Ctrl-加 其實都差不多啦 Ctrl-加可能放大縮小 你可以看到在檢視這個地方有一個 檢視裡面的話有一個叫特殊字元有沒有 那我的習慣我會把這個NordPay++裡面的那個 檢視裡面的特殊字元 把它顯示所有的字元 那你會發現如果我把它顯示所有字元之後 有沒有發現 它的尾巴就會出現 它有兩個原來看不到的字元 比如說我把它先 預設好像本來是 特殊字元這邊好像本來是沒有打勾啦 顯示有沒有 本來是看不到的 但是如果把它檢視這邊 切換到特殊字元的顯示所有字元 那你可以看到 這邊就會跳出什麼 CR-LF 那跟各位講 如果是Google陣營 或者是Linux上面 它其實只會有一個叫LF 並沒有CR 如果有CR的話 通常是用微軟的編輯器 所編輯出來的文件格式 這個可能只能這樣看才看得到 那所以如果對應的那個字元 在Pi上裡面LF就是反斜線N CR的話就是反斜線R 也就是說如果在這邊的話 它變成反斜線R跟反斜線N其實都換行 所以為什麼會多兩個 因為它變成說 理論上如果在微軟編輯器只會一個換行 但是如果在Pi上裡面變成兩個換 那怎麼辦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把這個反斜線R跟反斜線N 把它變成反斜線N就可以了 就是不要這樣兩個 而是把它取代成一個 所以如果要把它取代成一個的話 所以如果你講這個 在那個編輯器是CtrlH CtrlH可以取代 那如果說在Pi上裡面 如果你要取代的話 要怎麼取代 我記得好像我之前也跟各位講過 取代的話其實就是什麼 就是在這個後面加一個點REPLACE 所以點REPLACE 有沒有 REPLACE是取代 然後舊的換成新 舊的話就是我剛剛講的 舊的就是什麼 舊的就是兩個 反斜線R、反斜線N 取代成新的就是反斜線N 這樣應該就可以了 主要原因是因為微軟跟非微軟陣營之間 它的換行不一樣的這個問題 所以可以用REPLACE 所以以後 如果假設你要針對某一串文字 做取代的話 我是建議可以用REPLACE這個方法 這個方法超好 就是跟一般我們編輯器裡面的取代 一樣的道理 OK 好 再來的話試一下看看 如果OK的話 應該就來執行一下 執行之後沒有錯誤訊息 再來的話把它打開看看 住宅切到有沒有 我這檔名 對 沒錯吧 住宅切到 然後REPLACE它 打開看一下 剛剛的話就多很多的換行 那現在的話你會發現 馬上那個換行的狀況 就沒有再發生了 OK 所以以後如果你遇到一堆的換行的話 那就是可以用REPLACE 所以又再多學一招 就是點REPLACE 有沒有 然後後面的話 哪一個取代的哪一個 這個這一招真的很好用 因為很多時候遇到問題 就是你的資料裡面有問題 你就把它取代成另外一個 這樣就沒有問題了 OK 那今天的話 主要就是把這個爬蟲先低一個 所以回去的話 你們可以試試看 再用別的資料看看 你有 當然如果是金融相關的 其實開放資料滿多的 你們可以先去找其他資料列息 然後存成CSV之外 看看能不能把它存成Excel Excel的話 我想我們下一次再列息看看 OK 也就是說可以把資料下載 然後存成我們想存的格式 OK 試試看好了 這邊的話其實就多這個 這個的話在雲端白板上也有 這個的話在哪裡 在這邊吧 OK在這裡 第三頁的地方 點REPLACE OK 就這個地方 那後面的話可以存成Excel 甚至如果你對資料庫有興趣的同學 其實不妨也可以試試看 資料庫我底下也有相關範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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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